凡有人之处 必有华人 当时的高僧大德里 镜空法师是最知名之一 他没有性和背景 更无一张学历 仅仅凭着持续五十三年不断地讲经弘法 忠诚一代名僧 他宣扬佛陀圣者人生 提倡多元宗教 弟子遍布全球 终如一道清流 安定了无数颗迷惘的心 本期第一访谈 专访高僧 镜空法师 敬请关注 那这样我们先从小的点开始说起 刚才讲到修身 齐家 平天下 那我们先从修身来讲 很多人就说这个命 他觉得那按照咱们佛学的说法来说 这个命是不是就一定的 不是一个 命有不是一定的 命从哪里来的 从你过去深度 所以人不是一世 有前世 有后世 但是这个大家也看不到 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能相信 你现在外国 外国人相信 外国人催用催眠 知道他能够说出他过去史 他跟什么人关系 眼前很多运运性关系 过去史都有纠缠 那这个命运的话能改变吗 能改变 你看了凡私心你就知道了 命运是你过去深度的业力造成的 但是过去是你行善造物 那如果你明明了之后 我从前之后不做我了 我专门行善 马上就开了 这个能给举个例子吗 或者说从您个人亲身经历 你从了凡私心里面去看 我个人完全改造的 学了佛之后完全明白了 搞清楚了 齐心动力 我们没有为自己着想 为什么呢 没有自己 自己是什么 整个宇宙是自己 所以中国人讲伦理关系 讲血缘 讲家庭 教无论 夫妇 父子 君臣兄弟朋友 讲这五种关系 佛家讲伦理 讲到绝点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 你看还有什么话说 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跟我们有关系 不但每个人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太空当中的星球 跟我们统统有关系 所以说都不能伤害 如果伤害他们就等于 就伤害自己 对就伤害自己 这是讲的 没有人比佛法 讲的这么透彻 所以它是智慧 是智慧的教育 是智慧的教学 这个学问跟学科学理念方法不一样 科学只可以让你怀疑 所以它提倡怀疑 怀疑 从怀疑能发现问题 然后再追踪 再解决问题 然后再观察 它的价值 那心理学的时候呢 不可以 中国古生显现 决定不准怀疑 你要相信自己 你才会有成就 你对你自己怀疑 也无所成 所以这在理念上不一样 方法也不相同 知识要广修多文 你要吸收很多知识 你不学习 你不知道 那么佛法跟中国传统上 不是的 它叫你学一样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不准你修炼 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能帮助你开悟 它终极的目标是开悟 悟了之后 不学这东西 你全不知道 它没有局限性 它真能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世界问题 要智慧来解决 用西方这种知识 你看这个世界 联合国 为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和平 从 很久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哪一年 应该是七十年了 七十年前 开始召开世界和平会议 我也参加了十几次 代表澳洲大学 代表澳洲 我们没有参加之前 谁有无所知 有这个机会参加 才看出 正常不少见识 看到的是 全世界的精英 都是博士 都是教授 国家领导人 在那里研究 什么用 什么方法 能把世界带向 过去那种和平时代 他们得出了 什么样的结论吗 结论很 教人很 悲伤 信心没有了 大家见面一个问题 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都带着疑问 带着焦虑 这就是什么 是知识不能解决问题 就用现代科学的方法 没有找到 没办法 这是什么科学造成的 科学最后不能收回 如果我们这样发展下去 科学家告诉我们 五十年之后 很快 在地球上 人不能去住 五十年很快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现在迫切需要 怎么样拯救 那拯救 他那么一句话 我们就要把他当真 那在中国 孔孟修说 若家 大乘佛法 佛法 佛家 你到这个里面去找东西 真的能保存 我们在联合国 做报告 把我们老祖宗 这些智慧经验 方法 讲给他们听 大家听了欢喜 他们觉得这个 都很佩服 可是最后怎么样呢 会后 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 发誓 你讲得很好 这是理想 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不相信 还是因为性的问题 没相信 所以我们才发现 今天世界危机 是什么呢 信心危机 对自己失掉信心 没有信心 对父母 没有信心 对祖宗 没有信心 对圣贤 没有信心 对宗教 教育 没有信心 这个事可就难办了 感谢无wu 其育 无疑 命 讨船